小朋友們興奮夾起飯菜 好不容易能吃上熱呼呼的一餐 因為在豪雨襲擊後 南投南風村災情慘重 很多人只能到天主堂避難所 其他有的趴在椅子上睡 有的上教堂上面睡覺 老人家睡在臨時用紙箱鋪設的床 或是椅子上 因為他們的家一夕之間都沒了 講到哽咽落淚 幸運逃生的王小姐 卻勸不離堅守家園的老母親 南風村一共兩條對外道路 但其中一條被土石掩埋 另一條地基被掏空 徒步通行都還是危險 那這些碎石目前都掩蓋住道路 其實基本上雙線道 基本上現在都是沒有辦法通行的 居民為了生存 只能涉險搬著物資上下山 期盼相關單位 盡快搶修重要路段 讓他們能早日重建家園 三十分鐘關於王一軒 網站一下幫閩南投床報道